好,一直以來呢,我都蠻喜歡古代兵器這類的作品 所以我希望未來我能多製作這類的作品 那這次呢,是做電視劇裡面,風雲裡面 聶豐他所拿的武器 就是血淋狂刀 那這次呢,是Toku這樣的背景來製作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是怎麼做的 那運用Cyros透過基本的指令來建立 以及搭配一些曲面的指令 讓他可以更容易的被建立出來 那另外這個鐵環的部分呢 我是讓他做成一體式的 所以列印完之後,只需要把自身拆掉 就可以直接的連在刀的上面 看起來是蠻不錯的 那因為刀本身呢,他是又長又細 所以如果直接直印的話 他有可能在列印的過程中他會倒下來 因此如果讓他躺著印 那相對的就是比較多支撐材 那一樣底部也需要開邊緣 讓他的底部可以黏個老一點 這樣子的話,印起來的成功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拆資深這邊呢,可能不能太急 看起來呢,他的鐵環那邊是蠻細的 拆的太急可能會把他拆斷掉 那我就不多受的,直接來做示範了 那這次的打磨呢,我想嘗試一點新的測試 我可能會用砂紙從120 是打打打,把它打到1500 看一下那個作品他會 整體上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這邊可能要花蠻多時間的 好,很辛苦喔,終於打磨完了 摸摸看,你看 感覺真的不錯 非常的細 我滿滿意的 好,那接下來呢,要做上色了 上色呢 可能有三種顏色 銀色、金色以及藍色 主要靠這三個顏色呢 呈現他這個作品 好,那我們就來上色吧 好了 好,那終於完成了眩暈狂道,看起來是蠻不錯的 那這邊呢,最困難的當然是上色的地方 因為這個塗的顏色要塗得飽和並不是那麼容易 大概塗了20層以上的那個層後,蠻辛苦的 以及我們在前面打磨的時候非常的用心 所以在後面其實塗顏色的時候,塗起來那個質感是蠻好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眩暈狂道吧 眩暈狂道 applause 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